《崗帖寶箱》 大家好,我是爱鱼元神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崩鐵寶箱攻略 接著我們打開地圖來到白日夢酒店的夢境 傳送到夢境大堂 床上了以后呢右转这边有一个电梯 坐电梯下了以后呢左转后面有一只天空满 这是第131 我来北斧 然后右转转一圈 这边是王下一桶 首先选第三个 然后再选第一个 这边是第132 然后继续再往北边走 这关了以后呢向左边看 狼杠上面这里是一只折子小鸟 这个小鸟是第49 然后这边是第133 或许对 接着再往东边 点按下 进来以后呢来到中间 再右转往地图的南边走 点进入梦境空间 进来以后呢会看到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134 都归你吧 然后左转再往西边走 接着又进入一个梦境空间 首先走出来 左转下楼梯 这边是一个小鸟 这只小鸟是第50 然后右转 再下一个楼梯 接着回头 我们点一下哈喽变声 首先走上来 然后继续往东边走 接着做火箭 传送上来 传送了以后呢会看到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个 放到左上角 第二个 再放到右上角 第三个 放到左边中间 最左边 第四个 放到第二排的第三个 第五个 放到第二排的第二个 第六个 放到最右边 第七个 放到左下角 转三下 第八个 放到右下角 放两下 然后这个宝箱就解锁的 我们后面再去拿 然后旁边是一只 折子小鸟 这是第51 接着我们首先沿路返回来做一下火箭 现在以后呢我们这里贴着右边走 一直往西边 然后躲避一下怪物的视线 接着左转 再往地图的南边走 这边又是一个火箭 点传送 下来以后呢 右转 这里咔光木板 然后继续点火箭传送 然后继续点火箭传送 这里首先我们需要点变回原样 然后回头这边是一个男胜气腿 再打一下 打完以后呢再点Follow变身 然后现在就可以过去了 过来以后呢左转 这里首先需要躲避一下怪物的视线 然后贴着右边走 右边是一个火箭 点传送 上来以后呢这个宝箱是第135 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尊的只小鸟 这只小鸟是第52 然后选择第一项可以直接传送回来 回来以后呢我们点点回原样 点回原样以后呢再来到刚刚拼图这里 这一个宝箱是第136 然后回头 首先我们还是来点一下获取充能 接着往地图的东南方向 这边穿过墙壁 关了以后呢再右转 然后再左转 然后再左转 这里上一个楼梯 上来以后呢再下一个楼梯 这边回头 在红色气球后面 这个宝箱是第137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机关 点按下 按完以后呢来到右边 往地图的东边走 这边先点一下冲能 然后前面这个宝箱是第138 然后以后呢再回头往西边走 然后右转 然后右转 往地图的北边 对 你走过来 走过来以后呢 又回到开始的地方 这里过来点一下回收 回收完寸以后呢 这一次往东北方向 这边穿过墙壁 然后左转 下一个楼梯 继续往西边走 这里面是一个打乖的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139 也就是上品 然后右转 再往东边走 一直往地图的东边 走过来以后呢 下来右转 这边是一个闹钟 首先这一根蓝色的转一下 这一根橙色的转一下 然后黄色的挪到最下方 再点橙色的旋转两下 首先这一根蓝色的 点旋转一下 这根黄色的向上面挪一点点 然后对准蓝色的 最后再移动镜子 移动到右下方 然后第三次 蓝色这个旋转两下 黄色这一根旋转到右下方 接着纯色这一根 然后旋转一下 最后将镜子往左边挪 这个宝箱实地140 然后从西边上楼梯 左转 这里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又回来了 再一次点回收 首先往东北方向 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以后呢 直接往北边走 然后走向楼梯左转 这边点回收 归睡以后呢 再从右边绕过来 这里有个向下的 然后走向来 这个宝箱是D141 一色是上品